這條片會為大家揭露世界最著名的詛咒公仔 Annabelle 的真實故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Annabelle 的事跡是曾經被多次改編成為恐怖片 但你又知不知道她是真實存在的恐怖公仔來的 電影中的Annabelle 一向都是一個面露邪惡笑容 濃妝艷末的詭異公仔 她有明顯一副整容失敗的樣子 Papa 相信除非是被人用槍指著逼你收了她 如果不是 都沒有誰想要把這樣的公仔放在家 跟故事中不同 真實的Annabelle 要可愛很多 她原本是美國二十世紀初期 由Johnny Garell 創作的繪本角色Raggedy N 幾十年來Raggedy N 相關的書籍銷量超過千萬本 賣出去的公仔都不計其數 但只有這一個是獨一無二 因為她被認為身上依附了一個邪靈 根據處理這件超常事件的夫婦 Ed Warren 和Lorraine Warren 講述的內容 一個叫Donna 的女學戶 收到了她媽媽送給她的一個叫做Annabelle 的公仔 作為生日禮物 她將公仔安置在房間 但沒多久她和室友都注意到 每當房間沒有人 公仔就會自己移動去不同的位置 擺出新的姿勢 之後 家裡還離奇出現了來歷不明的羊皮紙 上面是寫著 Help us Help Lou 更離奇的事 接種而來 Annabelle 身上竟然出現不明的血跡 之後 Donna 請到靈媒幫忙 靈媒本來認為 公仔裡面只是寄居了一個人速無害的7歲女生的靈魂 而據稱這個女生被謀殺 棄屍在Donna 家的門口 之後 Donna 決定收留Annabelle 不過可怕的是 Donna 的未婚夫不單止說 睡覺的時候 見到Annabelle 夜襲她 她的心口還出現不明的爪痕 而這位未婚夫的姓 正正就是公仔所寫的 Lou 見到事態嚴重的Donna 請來了兩位神父驅魔 她兩個分別叫做 Father Higgins 和Father Cooke 神父聯絡了著名的超常現象調查員 即是我剛才提到的Warren 夫婦 眾人合力找到真相 原來公仔不是被鬼魂上身 因為Warren 夫婦說 靈魂是不會想死物的身 但是她們可以依附在死物之上 由外部操縱過公仔 而邪靈的目的 是為了找到一個人類宿主 之後神父對公仔進行了驅魔儀式 完成之後 Annabelle 就被Warren 夫婦帶走了 存放在她們的家 但是邪靈 其實並沒有因為驅魔儀式而被不除 Warren 夫婦的調查報告寫到 她們回家過程 將Annabelle 的公仔放在車尾箱 導致汽車經常死火 動力轉向和煞車都失靈 貧臨炒車的邊緣 於是Annabelle 拿出了一支聖水 手在公仔上面 再做了一個十字架的手勢 才把邪靈的力量暫時封印 平安回家後 Annabelle 安置在辦公室 她之後多次見到Annabelle 浮在空中 還會走到不同的房間 有時會坐在Annabelle 的安樂椅上 Papa 覺得Annabelle 這麼輕鬆 用許許如生來形容這個公仔 都似乎不是很足夠 Ads 你確定她背後沒有拉鍊 說不定裡面是躲藏了一個公毒生 Warren 夫婦還表示 有位叫 Jason Bradford 的神父挑釁Annabelle 說 你只是一個公仔來的 你傷害不到任何人 正所謂飯可以亂吃 Flag 不可以亂納 Warren 夫婦說 神父回家那程就炒了 幸好撿回一條命 之後兩人就弄了一個玻璃櫃 鎖了Annabelle 在裡面 放在她們的私人博物館 有次有對情侶來參觀 其中一個男生敲一敲Annabelle 面前的玻璃 好串地說 如果你真是可以弄傷人的話 就試下弄傷她 結果兩人回歸途中 真是遇到車 男生不幸身亡 女生亦身受重傷 所以Warren 夫婦告解大家 千萬不要挑戰邪惡 因為沒有人比撒旦更強大 Papa這次弄Annabelle 的影片 並不是為了破解這個都市傳說 而是想要將沒有經過藝術家公的故事 傳遞給大家 但是這樣不代表要百分百相信故事是真實的 其實Papa小時候都很想要公仔 懂得自己動動 Annabelle 的故事令我覺得 和畫中夢幻的劇情 都不可能發生 與此相反的一個悲慘現實是 我認為做鬼成不成功 都很注重愛觀的 如果Annabelle 在戲中那麼壞 她就不會激發到Donna 的同情心收留她 應該一早被人丟到垃圾堆的了 故事都很快會落幕 我們就不會有花生食到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支持她們